曾经 laten 作词剧意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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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分时节吃汤圆 这肯定是给我们准备的 没有勺子呀 看我的 弟弟吃 哥哥吃 糟糕 回来了青仔 你怎么了 我看 桌上的汤圆没有馅儿 是我准备的春风习俗 沾鹊子嘴 只能看不能吃 真扫兴 别郁闷了 我们玩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 春风到淡而翘 这能立起来吗 好像有点难啊 加油 一定能成功的 老大 没找到啥好吃的 我饿得两眼发黑了 没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老掉脸子 完整得用猛药 OK 老大 老大 神器前面有宝石 背后会不会也缺个宝石啊 有道理 老大威武 修好了神器 试试效果 ag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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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太阳 太阳了 放 哦 接到猎村的消息 我们就过来了 这是太阳球铁出问题了 晃得好厉害 怎么办 回去 不好 快帮忙 节气精灵 加油 我是不是老帮倒忙 怎么会 现在是最需要你的时刻 快联系徐老师 老师 节气一核心 太阳球体产生了莫名的晃动 我怀疑跟太阳的运行有关系 不错 太阳环绕银河的轨道 会受到银河悬壁 与质量分布不均匀的扰动 而产生变化 这一次的影响有些巨大 我正在想办法 把这种影响减到最小 春分精灵 文汪山 黄龙玉 老大 文汪山黄龙玉 肯定能修好神器 我以前在基地听说过 修好的话 重重有赏 一天天愣头愣脑的 你在想啥呢 老大 你看 美鱼虾也好 先吃个鸡蛋垫垫肚子 来了 老老的 昆天石地 我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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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鸟啊 我是兽 你们才是鸟 好了 平洞来了 什么意思 不是长得很像吗 老师最后提到了春分精灵 我们先把春分精灵召唤出来吧 春分秋分 咒叶平分 春分精灵 出来了 咒叶相伴 平衡平衡 春分精灵 春分精灵太炸了 这只是暂时稳定节气太阳球而已 好 难免得解决 对了 闻王山 黄龙玉 王王山这么大 也不知道黄龙玉在哪里 只能慢慢地找了 九龙 鲜兽 烈羊 快追 鲜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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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兽精灵 加油 鲜兽 春尚 好险啊 背后抠袭啊 分身 秋龙玉 小秋龙玉 没门呢 也是假的 这个才是真的 教练 晚了 眼泪 你小心 肩不肖血 意不意外 年兽呢 老大 老大当然是去你们要去的地方了 年兽怎么知道我们要找黄龙月 因为你恨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老大 这里都是石板 我钻不过来 都搞定了 老大 他们也要找黄龙月 那他们没机会了 黄龙月是我的 我们先去找 可恶 出不去 没事 我们还有伙伴 每年公立的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间 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四个节气 春分 春分节气之后 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入春 但雨水还是很少 而南方 气温则继续回升 雨水也更多了 非常适合播种水稻 玉米等作物 也适合植树造林 在世界上的一些其他国家 春分这天还是他们的新年 有着悠久的历史 春分以后 大家可以多喝一些花茶 注意不要吃大寒大热的食物 比如菠菜 香菇 香蠢 莴炬 花生等就很好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吃什么呢 river 原来